天气冷嗖嗖是最适合吃火锅的季节 但吃完火锅却又担心摄取的卡路里太高容易发胖吗 现在不用担心了 环保署为了推动减碳爱地球 特别邀请料理专家张斐山示范如何自己做出好吃又营养的低卡火锅 做高汤的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去选择食材是 现煮它就有味道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番茄 除了低卡火锅外 还有健康的QQ黑木耳汁 苦茶油拌面 水果燕麦粥 每道料理全部不超过300大卡 黑木耳汁更是只有18大卡 不要以为这些健康的料理味道普普通通 相反的却美味十足 就新鲜的食材 像做面上这些都是新鲜的食材 所以说多鲜食少加工 第二个就是多本土少进口 我们就减少了从国外进来的这个碳足机 那第三个就是多当季少保存 也就是说用当时当季的食材 当时令的食材 那就你就不需要保存耗费一大堆能源 那再一个就是多半煮 少蹲上 所谓半煮就是凉拌 你就不用再弄火 所以你拌一拌就可以了 下次不妨可以试试这些低卡料理 不但可以享受火锅的温暖 又不必担心发胖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台湾情报记者郭更如采访报道